耶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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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幽靈 你的報仇宣跟空欄講知識庫健康 好 這裡我們說吃東西 你要注意健康 那喝水當然也要喝得健康 但現在連日本 說進口來的 礦泉水都說裡面 有致癌物 而且要全面下降 連礦泉水我喝都有問題了 那怎麼會這樣呢 好 我們今天就來請教一下 到底你這個日本的礦泉水 還說是來自日本的富山 這個富山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富山的這個出自來這邊水源的礦泉水 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我還要喝礦泉水嗎 那礦泉水我們要怎麼看 那標籤上面你怎麼知道水源來自哪裡 好 我們請教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們的營養士雷曉雲博士來現場 博士你好 欣欣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開始就來看看這個非常知名的 連鎖無印良品 他們直接就說他們產品下架 來看這個報導 無印良品公司主動宣布下架寶特瓶瓶瓶裝水 因為有部分商品被驗出 含有超標的致癌物質 日本電視台報導推出無印良品品 品牌的日本良品計畫公司 主動下架的商品是天然水 和礦泉氣泡水這兩樣商品 製造日期從去年7月4號 到今年2月21號為止 在日本 台灣 香港 一共回收五十九萬瓶 這批商品在進口到台灣之前 就在十二號被檢查出含有致癌物質 超標實惠法規定的標準值二到四倍 目前公司還沒釐清出問題的原因 但仍決定召回已出貨的相關商品 至於實際的進貨量賣出多少 還得盤點調查 無印良品表示被驗出超標致癌物質商品 是天然礦泉水 因為擔心礦泉氣泡水也有問題 決定一起下架回收 並且宣布到五月底之前 消費者都可以拿發票及完整商品 到所有實體門市辦理退貨 如果是網購的消費者 也可以聯繫原本的購買平台客服人員 協助辦理退貨 好 所以現在這種礦泉水 你來自這個國際了 像我今天我就去找到這一塊 好 我們這個稍微商標遮一下 我不是說它的問題 只是很多這種礦泉水 都說是進口的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無印良品是一樣 那進口的 那它可能粗略的跟你講 它是哪個國家進來的 但是也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但是這一罐 可能就要賣30 40 50 60 對 那你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你想說進口的不是很好嗎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這款據說是來自 加拿大的冰川 那冰川哪裡 它有沒有寫得很清楚 好 這是一個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這一次講到說自來物的是什麼 就是說查出裡面的 無印良品 剛剛這個新聞裡面講到的 你看他說什麼 富山礦泉水 我也是富士山的 不是富士山 富山 好 他說裡面是檢測中 就是這樣 嗅酸鹽 嗅酸鹽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請教博士 嗅酸鹽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這樣 如果說我們水裡面 它有一些那個嗅化物 那如果說再經過一個 臭氧的殺菌的過程 臭氧殺菌 我們剛剛新聞裡面有講 就是說它可能 很多的包裝水 它必須還是要經過 殺菌這個過程 滅菌殺菌的過程 那臭氧是一種方式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所以說臭氧 臭氧化 臭氧是一種消毒的 消毒的氣質 就可能會產生像這樣的 嗅酸鹽 如果大量攝取的話 可能會出現一些急性的 腸道症狀 噁心 嘔吐腹痛 嚴重可能會影響 腎臟跟神經系統 但是最怕又是一個長期傷害 就跟我們上回講到 草甘林一樣 你可能會不會有致癌什麼 不曉得 因為這好像又是什麼 動物研究等等等等 等等我們不曉得 就會跑出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臭氧炎 它可能會導致急性的 或是這個比較 長期性的一些影響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物質出現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礦泉水 全部都需要消毒嗎 還是說 大部分這些水 都還是經過 要經過消毒 除非就是說它的一個 很能確定它的一個 水源的來源 是沒有一些可能 一些人類活動 或者是說其他一些污染 可是現在絕大多數的這些 包裝水都還是要經過一些 殺菌的一些程序 那這個請教博士 那你自己如果是選擇這種 礦泉水 你會特別去看看它的標籤嗎 會啦 但是我平常比較少喝 就會去買包裝水喝 為什麼呢 有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包裝水的話 一方面是環保的問題 還有就是它水源的問題 對就像有些礦泉水 雖然它可能標榜說 它的水源很好什麼 可是你可能看一下它的標示上面 它會水源有可能就是自來水而已 好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也是我去找到的 然後我這個標籤也是 稍微把它折一下 因為不是說它有問題 但是呢 這個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它上面寫說 它是來自沖繩九米島的礦泉水 這一罐 我手上拿的這一罐 結果呢 它裡面的水源地點 你知道是哪裡嗎 應該是日本吧 不是耶 它是嘉義民雄 嘉義啊 嘉義民雄 而且它水源別上面寫自來水 那這樣我們幹嘛花那麼多錢 去買那水呢 所以啊 自己加水搞不好還比那個乾淨 它裡面是說它有加了那個 沖繩九米島的一點點海鹽 它就說是 不是這樣子喔 它就說是沖繩的水 所以說像這樣的狀況 你真的不去看也看不出來 但是我想請教博士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殺菌的方式 用臭氧的話 可能會出現一些這樣的一個 對 修化鹽 修痠鹽 修痠鹽 這樣的一個算是 比較對人體不良影響 但是我們從包裝看得出來 它怎麼消毒的嗎 現在很多它是沒有 我是看不太出來 對 它沒有說要去規定說一定 就是要標示那個它的消毒方法 但其實我們消毒方法 有分化學性的跟物理性的嘛 那像化學性的 有時候我們會聽過用氯消毒啊 對 二氧化氯啊 或者是液態氯啊 或者是說像我們臭氧 也是一種化學消毒的方法 那像物理性的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把它煮肺啊 高溫嘛 是 或者是什麼紫外線啊 或者是磨過濾啊 這些 這些也是 就是各種不同的消毒方法 那你完全從這個就看不出來 你完全從標示也看不出來 對 有辦法 它也不可能會標說 我們有修痠鹽喔 它只要最後是合格的那個 就飲用水的標準就可以了 是 好 那我們其實上回講到 所謂的一個致癌物 好 這個修痠鹽被認定是2B級的致癌物 是 那2B級跟2A我們是不是再告訴大家 大概2B級是 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2 就是分級有4級嘛 那第二級的話 它就是2A的話表示說 它在動物實驗裡面 已經有看到有一些 就是有致癌的這些風險 是 那在人體上 它有發現有一些證明 是 那在2B的話就是動物性 在動物上面有看到致癌性 但是在人體上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是這樣子 所以大概也不用太過於擔心 這個可能 可能就是說 你聽到了也是放在心上 就是這種東西 它當然是對健康不好的 但是就是說不用自己太恐慌或太 太慌張 好 了解 不過我們再請教一下 那這不是您自己 就是說平常 你剛剛說 你不太選擇瓶妝水 除了可能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之外 你剛剛說 在這個瓶子上面 我們是不是也要特別考慮一些 像瓶妝上面的問題 會啊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塑膠的材質 那還有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很多的是進口的 那進口其實還有一些 碳主機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環保問題 環保問題 那還有就是說它本身的材質 它是塑膠材質 那塑膠材質 尤其我們台灣又比較 夏天又比較熱 那甚至有些人是 礦泉水會放在車上 所以說你說像這個 如果是高溫或是太陽照道 這其實可能會融出什麼樣的東西 還是會能融出一些 就是那個塑膠裡面的一些 不好的東西 那過去也有一些 新聞有報導過 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是建議大家少喝這種 那您講這個部分 除了水之外 包括了一些瓶裝的飲料 可能都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嗎 也會 對 但是就是礦泉水這個東西 我們比較會把它擺在車上 比較沒有戒心 對 然後或者是 比方說你買汽水 你可能當場就要喝掉 對 可是礦泉水這個東西 我們比較會 囤積起來 都會放起來這樣子 有時候可能你去加油站 對 沒錯 你也不知道它擺多久 是啊 好 所以這個問題 可能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不要以為說水 又是說什麼進口 什麼冰川 什麼哪個三角下的 對 也不曉得那環境怎麼樣 因為現在很多人類的活動 也會造成一些污染 是 對 那或者是說 那個地區那個狀態 我們也不太了解 是 而且我剛剛看到那個最誇張 說是什麼沖繩 結果 原來是加了一點他的水 而且是自來水 好 所以呢 這個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一下 這個也是提供您參考 以上是今天的 1200的報告 非常感謝收看你們再會